东凤小剧场 惊艳之谈 滚滚学熟的小伙伴们邀请他去山上打猎 据说这是本地的风俗 就是怕娃娃们五谷不分四题不擒 所以男孩子们九岁上就要去山里历练一番 猎得的兔子山鸡等小兽 或养或做成野味 若是猎得了狼狐之类的猛兽 就可以做成郁寒的球场 孝敬爹娘 是实力和孝心的双重证明 滚滚是小仙童 看他的神仙亲戚们 降服真奇异兽当作奇 都是用高妙的仙法 如今可以见识并学习凡人们靠简单工具 弹弓建筑之类来狩猎 滚滚自然很兴奋 欢欢喜喜地报了名 帝君此时正坐在书房里 叮嘱滚滚 帝君 第一 结伴而行 眼观六路而听八方 猎物不重要 安全至上 第二 日落速回 避免天黑在山里迷失方向 受野兽攻击 第三 遇到求救 尤其是和你年纪相仿的女孩子求救 一定要叫上你的小伙伴们 群策群力 一起搭救 滚滚对前两条 很是认同 至于第三条 可以救女孩子 却不能单独搭救 产生了质疑 帝君起初不愿做过多解释 奈何滚滚 是个好奇心 很重的小仙童 拉住帝君衣袖 不解答 就不走 帝君 对着滚滚 眼睛却盯着 引在门口处的 某只好奇心 同样很重的狐狸 大声张口 这主要是为了 避免套路 避免你单独救了 某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子 他对你 始于颜值 敬于才华 何于性格 久于善良 忠于人品 就认定了你 非要跟在你身后 要报答救命之恩啊 要以身相许啊 救命之恩 重阴 凡间的女孩子 和小婶女不同 十岁一亲 十二岁出嫁 加之凡人寿而有终 婚姻大事 可比我们神仙 要速战速决 到时候 你逃都逃不掉 总之一句话 男孩子啊 出门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这可是经验之谈 得意地评了口茶 滚滚觉得 很有道理 重重地点头 帝君觉得 自己总结得 很有道理 也重重地点头 至于门口偷听的 红狐狸 开始觉得 很有道理 刚要点头 却发觉 哪里不太对 想明白了 帝君经验之谈 谈的是自己 端着花生汤器 哼哼进了书房 找帝君理论 我们把这种 很容易认同 别人说法 过好长时间 才能反应过来 别人话里有话 闲外有阴的狐狸 叫反射狐 奇怪的知识 又增加了 东凤小剧场 亏天机 滚滚吃完早饭 背着凤酒 做的书袋 欢欢喜喜上学去了 徒留下一双父母 撑着腮 寂寞地对视 凤酒 滚滚上学去了 好无聊呀 转眼 我们在这小乡村里 也待了两个多月了 滚滚学熟的夫子 说的还挺对 熟悉的地方 没有风景 帝君啊 不如我们去城里转转吧 说不定 能有啥奇遇呢 帝君 看着眼前 落寞的凤酒也好 凤酒 打点好家里的一切 把小院落了锁 满着帝君的胳膊 哼着小曲 出了门 凤酒 爱我东华 执剑仓和征法 爱我东华 兵行必胜平天下 爱我东华 掌声死定律法 爱我东华 捅六界雄姿应发 爱我东华 四海六合八荒 千言万语 会成一句话 爱我东华 帝君 有些正著 你这唱的史 凤酒 我填词谱 取写的新歌 歌名就叫 爱我东华 好听吧 帝君 真好听 我的小白 多才多艺 凤酒 得异地 那是当然 嘿嘿 头贴在帝君手臂上 蹭了蹭 发出满足的哼哼声 我看你阴堂发黑 头顶隐约有黑气缭绕 近期可能会有 血光之灾 那 那 可有破解之法 凤酒 咦 算命的 我们也去算一挂吧 帝君 都是骗人的 凤酒 那你看刚才走的那个 就 就给银子那个 他的确阴堂发黑呀 帝君 那是心脏有病 气血两须 再说了 我们是神仙 还用凡人来算命吗 凤酒 哎呀 就去算一挂嘛 算得准 算不准 就图一乐呗 帝君 也好 那我们就去会会 这个礼办仙 帝君 凤酒 来到挂滩前 凤酒 从容落佐 李半仙 披阴阳段五行 看掌中日月 测风水看陆河 拿袖中乾坤 请问二位 谁要算挂呀 凤酒 我 测一元 李半仙 抱一下 生辰八字 凤酒 人参 一似 更须 李半仙 姑娘是非分明 勇敢果决 外有贵气 内无心机 勤勉相上 一时无缺 这个真的是热巴巴字的 批住哈 和凤酒很像 凤酒 准啊 准啊 李半仙 姑娘一姓原吉家 命中饭桃花呀 从八字来看 姑娘会有两段姻缘 得梁子一女 帝君 气得拍桌子 你说什么 两段姻缘 李半仙 这 这位是 凤酒 给帝君 使了个眼色 胸掌 帝君 拉起凤酒 自己坐下 来 你给我算算 李半仙 这 向来没有一挂 两算的道理呀 帝君 你要是早遇到我 早就这么算了 少废话 给你一定银子 接着算 李半仙 觉得眼前 这位是个 不好惹的主 又舍不得 白花花的银子 那年的生辰八字 帝君 人虚 鬼丑 家臣 李半仙 公子 为人刚直 敏锐通达 六亲疏远 自强奋发 创家之命 享福严寿 这个也是伟光的八字批注 和帝君更想 帝君 那姻缘呢 李半仙 公子 专一重情 夫妻和睦 婚姻美满幸福 婚后的一子一女 帝君 欺诈了 他梁子一女 我一子一女 李半仙 命格上看 的确如此啊 你们兄妹 都是福禄双至 而女双全的好命术啊 帝君面露怒意 恨不得拆了挂摊 点点头 仿佛再说 你给我等着 气冲冲转身就走 凤九只能一路小跑 跟在后面 想拉住他 凤九 帝君 这还没算完呢 怎么就走了 帝君 停下来气哼哼的 还算 算什么 算你多出的那一子 是和谁生的吗 凤九 不是说好了 就图一乐吗 帝君 我这夫君 都要被换戒了 还能乐出来啊 凤九 哎呀呀 胡说的话你也信 帝君瞪了凤九一眼 继续走 凤九 不逛了吗 去哪呀 帝君 边走边说 回九重天 找私命 凤九 找他干嘛 帝君 让这个私命 管好凡人的气韵 他倒好 整日闲得慌 我要好好查查 这个李半仙的命数 我也给他算算命 看看他 还能活多久 当天下午 私命引了身 拿着半米高的韵布 坐在挂摊前 悠闲地翻着韵布 私命 我说你得罪谁不好 非得得罪帝君 他是神仙 你就没算出来 这下好了 四海八荒劲 最大的一潭 陈年老醋 被你踢翻了 我这棋都没下完 就得来收拾烂摊子 帝君可说了 让我来现场发挥 给你的韵布重写 你呀 就给我找事 上次那个抢素素 欲擒昆仑 还说黑蛇不祥 得罪天君夜华的道士 我是怎么写的来着 唉 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我得查查 子妃亲生 遭肩肤毒打 家财尽散 得了是新风 算了 懒得费心思 套母版吧 你呀 去幽冥司投胎的时候 得好好反思一下 少说话 下辈子注意点 最后 这个窥探天机 骗人钱财的李半仙 当夜就被天雷 批了个外交礼嫩 他让帝君换戒 帝君让他寿终 也算是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他的韵布上写着 寿数 四十有二 死罚 九到天雷节 死因 话太多 东凤小剧场 原位 在凡间小住 一月有余的凤九 正在灶台边 铁锅炖大鹅 香味把爱吃肉的小狐狸 滚滚给吸引了来 滚滚抽着鼻子 好香啊 凤九 用铁勺 把肉和配菜翻了翻 放了你爱吃的土豆 还有帝君爱吃的蘑菇呢 滚滚 九九 滚滚有个问题 想问你 凤九 在锅壁贴玉米面饼子 问吧 滚滚 为什么同事 附军下厨做的 烤地瓜就很吸引人 糖醋鱼 就很折磨人呢 凤九 盖上锅盖仪 是个好问题呀 思考了一阵 这取决于 食物是不是原汁原味 滚滚 原汁原味 凤九 是的呀 做糖醋鱼需要辅料 这就给了 你父君 自由发挥的空间 他下料 就和下药差不多 吃好吃坏 你都得受着 而烤地瓜 就不一样了 他就负责 烤就行了 比如 在十恶莲花镜里 你父君用天火 给我烤地瓜 那时候他顶多就算是 看了看冒气的铁锅 顶多就算是个灶台 灶台只负责烤 又不会对你的食物下手啊 地瓜保持了原汁原味 你父君 只要控制好火后 就行了 滚滚 原来是这样 第二日 掉了几尾鲈鱼回来的地君 一边展示战利品 一边向凤九 和滚滚征求意见 地君 今天我亲自下厨 给你们做鱼 小白 滚滚 你们想怎么吃 凤九与滚滚 对视一眼 默契地清蒸 地君 后来回到九重天 每每地君 要亲自下厨 宴请宾客 凤九就只让地君 做一些蒸烤之类的菜品 美其名曰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 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据说从那以后 九重天的神仙们 再也不怕 来太成功赴宴了 有先有问 地君做菜难吃至极 那凤九为何不限制 他进入膳房 因为地君 在凤九心里 是个好奇心宝宝呀 凤九最怕的 就是伤害地君的自尊心 在凤九心里 地君需要保护 很脆弱的 东凤小剧场 便宜爹 寻子王志 春耕 夏云 秋收 冬藏 四者不失时 故五谷不绝 寒冬腊月 凤九地君所在的凡事 掀起了一轮岁末屯货热 家家户户都去赶集屯货 以期过个衣食丰足的年 此时 地君一家三口 正在有暖炉的书房里 围坐在圆桌旁 凤九口述 地君执笔 滚滚补充 讨论岁末的囤货清单 柴米油盐酱醋茶 鸡鸭鱼肉蔬果瓜 温馨融洽地 讨论氛围 却被小院外 一个中气十足 不和谐的声音打断了 壮汉 有人吗 九妹 在家吗 凤九 看了一眼地君和滚滚 好像是叫我 我出去看看 你们继续 小跑着往门口去 地君皱着眉头 看向滚滚 嘀咕了一句 九妹 这是在叫小白吗 是呀 滚滚 可能是送货的吧 地君 这清单都还没列完 就有送货上门的了 他们凡人的办事 效率这么高吗 看了一眼 茫然地滚滚走 出去看看 地君前脚迈出书房的门 后脚就看到凤九正和一虎背熊腰的壮汉 有说有笑地聊着什么 此壮汉身长七尺 面色有黑 一脸横肉 目光炯炯 网院里一处 犹如一堵墙 将寒冷的北风生生截断 滚滚觉得暖和了不少 地君细看此人 上身棉麻袄 下身牛皮裙 左提三斤生猪肉 又抓单只老母鸡 正讨好地递给凤九 地君 露出遇到情敌时的专属鹰眼 向着一旁的滚滚道 他 谁呀 滚滚 李屠户 李二爷 地君 一个屠户 也敢称爷 滚滚 夫君 可别小看这李二爷 十里八村的屠宰业务都被他垄断了 不过他为人很好 没有哄台物价 他家的肉品质好 分量足 味道鲜 还不贵 哦 他还有一手出神入化的好刀法呢 帝君 如何之好 滚滚 就是比那个能解牛的袍丁 还厉害 别人都是屠牛刀出 整牛成碎肉 而他 飞刀一出 牛还健在 帝君 就这也叫厉害 滚滚 就是永远 也当不了牛爸爸了 帝君 无奈 还是个拆弹专家 滚滚 傅君 你说什么 帝君 没什么 看你还挺欣赏他呀 此时 帝君献出 似笑非笑的神情 盯着白滚滚 滚滚心想坏了 傅君这样的表情 想必是因为自己夸了那李屠户两句 生气了 自己是不是很欣赏李屠户 这就是到送命题呀 只是送的是李屠户的命 可夫君也说过 仙之初 性本善 为神为仙 一定要实事求是 严正耿介 此时滚滚一阵眩晕 我是谁 我在哪 我为什么要夸李屠户 滚滚 先表明立场 他就是个莽夫粗人 我才不喜欢他呢 夫君的刀法可比他厉害多了 看夫君面露喜色 滚滚觉得自己这样说 应该是很讨夫君开心了 不自觉就放松了警惕 又开始说上了大实话 还是把李屠户拉入深渊的大实话 不过就是他很喜欢酒酒 经常来给我们送吃食 我才觉得他还行的 可是酒酒是严控 怎么可能看上他呢 他托王媒婆向酒酒提过三次亲 酒酒都没 地君你说什么 提过亲 滚滚 是啊 啊 不是不是 夫君 你听我说 酒酒没答应啊 地君一个剑步 就冲向了还在热聊的凤酒和李屠户 李屠户看到满脸不悦的地君 先是一愣 之后就上下打量起地君 眼中现出些许鄙夷之色 李屠户 酒妹 他该不会就是你男人吧 凤九 啊 看到冷若冰霜的帝君啊 对对 他就是我夫 我男人 李屠户 看着细皮嫩肉 弱不禁风的 也不像带兵打仗的人啊 凤九 他的确是 李屠户 打断你之前说你丧夫 你男人死在战场上了 这次你回来又说你男人死里逃生找回来了 可我看这位的穿衣打扮容貌一态也不像经常带兵打仗的呀 帝君 见眉微醋 强压着怒意 小白 丧夫 凤九 赶紧走到帝君身边 一把拉住帝君的胳膊 小声安抚 他们经常打听滚滚的爹去哪了 问多了 我就懒得解释了 随便找了个理由 打发了事 你别生气呀 讨好的给帝君顺顺气 李屠户 扔下手里的老母鸡 把猪肉递给帝君 带着挑衅的语气 喂 我说 你要好好对九妹呀 要是我听说 你对九妹不好 欺负她 我可饶不了你 向着凤九 九妹 受委屈 千万别忍着 随时来找我 你喝滚滚 我养得起 帝君 带着要杀人的假笑 看向里屠户 问一旁的凤九 他叫你什么 九妹 他还说什么 他要养你 给滚滚当爹 此时 帝君带着怒意四处张望 凤九按道坏了 帝君这是在找仓河 要给里屠户 来个万箭穿心啊 好在仓河在书房 离子处有很长一段距离 凤九赶紧搂住帝君的腰 让他冷静 滚滚则紧抱住了帝君的小腿 帝君走不了 只能捡起一块大石头 要砸向里屠户 好在凤九及时挡住了 最后 帝君弃从丹田起 必从指尖生 一块大石头 瞬间被捏成了粉末 那石头化成的沙 正从帝君指缝间 缓缓滑落 里屠户正住了 凤九正住了 滚滚惊讶地长大了嘴巴 里屠户 看到帝君丹手碎大石 带着颤音 九 九妹 我有 有事 先走了 把猪肉递给凤九 逃命式地往门外走 还被门槛绊了一下 爬起来 回头看看帝君 逃了 此时帝君盯住滚滚 把肉接过去 把大门拴上 然后就拉着凤九的胳膊 往书房走 他要让凤九 给他个合理的解释 尤其是那句丧夫 这一夜 凤九道歉 解释 表决心 撒娇 温存 说情话 才把帝君哄好 然后二人也借这个机会 深入彼此 交流了一整晚 确切地说 是帝君看凤九 做小福低了 就见好就收了 因为他也怕 再把凤九惹炸毛了 凤九又要丧福了 第二日晨起 滚滚没看见 他爹娘从房间里走出来 也没人给他做早饭 据说 那是滚滚二百多年先生里 第一次饿着肚子 去上学 东凤小剧场 神领悟 学术放寻假 凤九本以为 滚滚会赖床 却没想到 滚滚已经出现在书房里了 正金为座 对着城山的书册 左手拿书 右手执刀 拼命地划破他们 凤九揉了揉眼睛 确认自己没有在做梦 赶忙上前用手 护住书籍 拦住儿子 凤九 白滚滚 你在做什么 赶紧停下来 好好的书 为什么要破坏他们啊 这些不都是你 费心收集 很真实的吗 滚滚 学术的夫子说 我们的阅读量不够 读书还不够下功夫 凤九 那你也不能糟蹋书啊 那我问你 在夫子眼中 什么样的 才叫读书下功夫 滚滚 夫子说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这就是读书的最高境界 所以我要把读过的 没读过的书都捅破 这样我就是读书 破万卷嘛 凤九觉得头一阵眩晕 有些站立不稳 缓了缓 才对滚滚 进行说服教育 凤九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那个破 是超过 达到的意思 就是说 多读书 读好书 下笔行文 如有神注 一挥而就 说明一个人父 有诗书气自华 按你那么理解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千中素 书中车马多如醋 那书里 还得给你变出黄金 美女 良田 车马 滚滚 怪不得那么多人寒窗苦读 拼了命也要参加科举考试 原来书里居然还有这么多宝贝吗 有钱 有地 有车 有媳妇 那不就是人生赢家吗 哇吼 太棒了 那九九 这样的神书 哪里能找到 我们现在就去找吧 跑开了 凤九 看着滚滚跑出门的背影 落寞的自言自语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帝君 站在一旁的帝君 好笑地看着他 我说你拉低了滚滚的智商 你还不信 这就叫龙生龙 凤生凤 学渣的儿子不可控 凤九 你 你 东凤小剧场 善谢人一 青秋有家人 一世而独立 一顾清人城 再顾清人国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 家人难再得 这是早早起床 给夫君儿子做早饭的凤九 不自觉哼唱的小曲 要问凤九 为何心情如此之好 还不是因为 帝君要带他和滚滚去城里 赶年集囤年货 没有哪位小神女 可以抵制住买买买的诱惑 如果不行 就诱惑两次 吃罢早饭 帝君耗时两天大躁的 损眸结构的木质推车 隆重登场了 此时 车上已经排排坐好了 两只兴奋的狐狸 银狐狸滚滚 手持清单 红狐狸凤九 腰缠万贯 帝君问了一句 坐好了吗 两只狐狸 同时点头 伴随着两声 哇吼哇吼 帝君推着他的两只 心爱狐狸 直奔世纪而去 整个赶集过程 可以用计划没用 全是变化来形容 该买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积鸭鱼肉蔬果瓜 买齐了 计划外的腌制水粉 布匹断面 挂丽年画 糕点裹斧 画本画册 笔墨纸验 买全了 付三代奉酒 激情购物 出手扩挫 官四代滚滚 货比三家 理性消费 创一代东华 装卸搬运 吃力前行 此时 满载而归的一家三口 顾不得到一句苦喊一句泪 正把从集市上 买回来的货品 整理分类 忙碌又幸福的氛围 却被扣门 而入的不速之客 给打断了 来者 正是靠给富商香 申保梅拉欠 横行十里八村 年过半百 依然风如乱晃 肥臀乱扭 抛媚乱抛 徐娘半老 风韵荡然无存的 王媒婆 王媒婆此行 倒不是为了探望凤酒 和滚滚 是直奔帝君而来 她先是从想 给滚滚当便宜爹的 李图乎那里得知 凤酒把滚滚爹 给找回来了 又从乡里乡亲 口中探知 滚滚爹名叫东华 带兵打过仗 身长八尺 一点九米 仪表堂堂 面如关玉 不苟言笑 作为十里八村 第一媒婆 王媒婆口上功夫了得 郎君美不美 全靠王媒婆一张嘴 经她说和的男女 就没有不成的 可到凤酒这里 她帮李图乎 上门提亲三次 全都以失败告终 打碎了她以 全胜战绩 荣修的职业神话 她此行 乃是为荣誉而战 说的简单点 就是想看看 是什么样的狠人 能打败 腰缠万贯的李图乎 挫败战 无不胜的自己 此时 王媒婆 借着和凤酒 寒暄的功夫 眼神不住地 往帝君那里飘 王媒婆 九娘 听说你回来了 哎呀 我这个高兴又 听说 你把滚滚爹 也给从战场上 找回来了 我可是打心眼里 替你高兴呢 那位就是你狼君吧 眼睛往地君方向一些 长得可真不错呦 这下我也就放心了 关于你的那些传言 也都能消停了 凤酒 啊 关于我的传言 什么传言啊 王媒婆 你看 这我都没好意思给你讲 左不过是 爱嚼舌根子的人瞎传呗 说什么 你突然出现在此 没人知道你的来历 说你年纪轻轻 就有了儿子 还没人见过儿子的爹 说你肤白貌美 仙腰翘臀 还长着一双勾魂眼 十里八寸的汉子 见了你都跟丢了魂一样 所以啊 他们就说 凤酒 说什么 王媒婆 说你是狐狸精变的 还是那种修行千年 道行极高的 九尾狐狸精 凤酒 错愕地小声嘀咕 他们怎么知道 王媒婆 你说什么 凤酒 赶紧遮掩啊 我是说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 我怎么可能是 是九尾狐呢 王媒婆 就是说呀 传言都是谣言 一脸惊悚 我可听说过 九尾狐为了修炼 可是要吸收洋气的 被他榨干了精血的小狼君 最后都是头发花白呀 是不是挺吓人呢 滚滚 上下打量帝君 父君 你的头发 也是这么白的吗 帝君 瞪了滚滚一眼 胡说 我们就是这样的品种 再说了 我们是银发 贵族银的银 白滚滚 哦 我还以为王媒婆 去过太成功 见过银发的父君呢 来凡间帝君 和滚滚 都染成了黑发 凤酒 啊啊 对 可太吓人了 王媒婆 所以我当时 一定要给你介绍里图户 可不是 为了那点宝媒钱 就是怕你家里 没个男人 流言蜚语 就像洪水猛兽 给你吞了 不过现在 你找回了你男人 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又探头看向帝君 不过 我听他们说 你这个郎君啊 好像比较冷漠 就没人见他笑过 脾气好像也不太好 差点把里图户给揍了 他不会对你不好吧 凤酒 怎么会呢 他很善解人意的 王媒婆 那就好 要是到时候 你有难处 过不下去了 我还给你介绍 向王掌柜 张秀才都挺 帝君满脸怒意地走过来 王媒婆口中的 不错两字 吓得憋了回去 天色不早了 那我先走了 王媒婆 这下见识了 什么叫让人 后背发凉的冷漠 帝君 小白 你在凡间 到底相过多少次亲 凤酒 看着王媒婆 离开方向发冷 不多 也就六七次 突然一机灵 按道不好 帝君 邪魅一笑 就六七次啊 凤酒 不住摆手 没没没 是王媒婆 让那些人 站得远远地相看的 我都没同意啊 帝君 恍然大悟哦 哈哈 也就是说 还是相看了的 对吧 拉过凤酒 扛在肩上 那夫人 来给我讲讲细节吧 凤酒 被帝君 扛在肩上 走入内室 帝君 把他放在榻上 轻身 将他压在身下 凤酒 错愕地 看着帝君 却见帝君 眼中欲望的 小火苗 熊熊燃烧起来 凤酒 不早了 我得去给滚滚 做饭了 帝君 不急 夫人先给我 讲讲你 相亲的细节吧 凤酒心道 苍天了 冤枉啊 真的没细节呀 我一个都没看上啊 而此时的帝君 正在按自己的节奏 循序渐进 进行到帮凤酒 宽衣解带那一步了 凤酒 你你你 干什么 帝君 夫人不是和那媒婆说 我善解人意吗 向着凤酒耳边吹热气 放心 不会让夫人失望的 凤酒 我说的是善解人意呀 帝君 不 夫人说的 就是善解人意 就这样 凤酒在帝君巧舌挑斗中陶醉 在帝君火热 直抵蜜临身处时沉沦 事后 身体贪软的凤酒 灵台却异常清明 他终于明白了 为何说书一行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谐音梗扣钱 谐音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被有心之人利用 借题发挥 那像他这样单纯的小狐狸 可真的是招架不住啊 东凤小剧场 社交牛逼症 如果把重情重义出 长情姿的纯情宋玄人 称为社交憨憨症 社憨 把隐忍内敛 不善表达的闷葫芦审议 称为社交恐惧症 社恐 纳尊崇高冷浮黑毒蛇的 帝君本尊 必须是社交牛逼症 社牛 思命曾经评价过他 帝君出征 寸草不生 思命也冒死给出了注解 这里的出征 包含武力威慑 苍和 语言威破 毒蛇 健康威胁厨艺 和帝君 在凡间小住多日的凤酒 对此话深有感触 帝君看问题 很稳 帝君分析问题 很准 帝君解决问题吗 推狠 比如 村西头里老汉家的儿子要娶妻 这个儿子 仗着自己容貌不错 加上未过门的妻子 已有三个月身孕 摆出了一副 你爱嫁不嫁的姿态 死活不愿意瞎聘礼 不但算计妻子 娘家给的嫁妆钱 还要妻子娘家提供婚房 帝君对此事 很是愤怒 帝君 你不下聘 不够房 软饭硬吃 还有理了 夫妻本是同里鸟的话 你没听说过吗 你不搭窝建潮 但下哪儿 众人 还有 村东头 张元外家的女儿 要出嫁 相夫家 索要高额聘礼 还说聘礼不够 绝不不出嫁 礼银88两 迎送彩银66两 扣门彩银10两 静增彩银10两 长汉礼金一两 迎书彩银一两 其他物品若干 一两二百元 相当于现在的三万五千元 帝君 这天假聘礼 你也敢要 以后姻缘这种事 是不是不用拜月老了 直接拜才审了 众人 当然 对于自己家的事 帝君处理起来 更加的雷厉风行 在凡间居住的日子 凤九带着帝君和滚滚 体验人间百态 他们开过书局 茶社 酒楼 当铺 衣馆 不装 明码标价物美价廉的商品 却经常有人讲价 弄得凤九十分头疼 此时 帝君出手了 只见他把仓和网店铺门口一挂 旁边还放了一块亲手书写的牌子 上面赫然写着 砍架者砍人 事实就是事 从那以后 凤九的耳根子终于清静了 东凤小剧场内卷 摩君燕池物 原本是个 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少年 当年不知 从哪里听说了东华的威名 拎着把单薄的玄铁剑 静止就往太陈宫跑 让了河宫上下都知道 他来和帝君单挑 结果 被帝君一句道德 什么东西 没听说过 当场气晕过去 他和东华 因道德结怨 因姬衡结仇 因东华家眷 奉九成了情敌 原本以为 这神魔疏图 是不两立的关系 怎么也得持续个十几万年 不曾想 造花弄人 他不但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还成了东华 对抗渺络的得力帮手 破星光结界后 更是和连颂为首的 一众神族 成了之交好友 此时 被思念闺蜜的陈玉 以及陈玉重度依赖症患者 连颂 拉着下界 跟在帝君一家三口身后 寂寞逛凡间集市的小宴 不由得仰天长叹 命运啊 就喜欢跟老子开玩笑 成玉 小九 快看 那个首饰他好多人啊 凤九 他家一直都很火的 所有首饰 都是红豆做成的呢 成玉 有创意 小九你看 这红豆手串 红豆耳坠 真好看 连颂 阿玉 喜欢咱就买 不用给我省钱 颠了颠钱袋 咱不差钱 小燕 凑近看了看 一脸不屑 好好的红豆 非要达成首饰 浪费粮食 帝君 瞥了小燕一眼 玲珑头子安红豆 入骨相思知不知 没情调 小燕 你 之后 成玉凤九 被唱圈的戏班子 给吸引住了 忍不住拍手叫好 小燕 唱得也不怎么样吗 还没我们魔族的魔兽豪 两声有气势 小九 成玉 你们不经常在成天台听戏吗 仙子们 唱得还比不上几个凡人 帝君 瞥了小燕一眼 此区只应天上游 人间能得几回文 没见识 小燕 哎 我说冰块脸 你不会好好说话呀 吟诗上瘾啊 帝君突然停下了脚步 回头皱眉瞪着小燕 手上似乎有动作 小燕 立即警觉 这可是你自己定的律法呀 神鬼妖魔 下凡使用法力 必遭反噬 忍住 动手就反噬啊 看帝君 表情平复了 松了口气 老子怎么觉得 在反间住着也挺好呢 连宋 打着扇子调侃 作法自负啊 帝君 瞪了连宋一眼 当年是谁非要下凡寻真爱 结果情没谈完 后倒闯了不少 仰我来善后的 这绿条 为谁定的 又为了成全谁 心里没输吗 连宋 嬉皮笑脸 过来给帝君吹胳膊 喂我 喂我 您老人家辛苦了 帝君似乎很受用 没再言语 一行人 继续往前走 两个互相追逐 嬉笑打闹的童子 正正撞向了 漫无目的闲逛的小燕 引得小燕一声惊呼 小燕 靠 看着点路啊 撞腾老子了 两个童子说了句 对不起跑开了 我说三殿下 他们烦人的急事 就没个管事的吗 这也太乱了吧 帝君 瞥了小燕一眼 节炉再人静 而无车马轩 问君何能二 心远地字偏 没境界 小燕 靠 这和境界 有什么关系 以老子的余见 在凡间 要想清静 只能出家 当和尚了 帝君 这附近有个广兴寺 可惜 你进不去 小燕 为啥 帝君 文化水平不够啊 你大字不识几个 能读懂经文吗 以你的文化水平 怕是给你个红尘 你都看不破 冷笑 呵呵 小燕 你你你 你笑话老子 滚滚 父君 中午了 滚滚饿了 小燕 对对对 是该吃个午饭了 老子也尝尝反间的菜色 滚滚的小短腿 岛腾德实在辛苦 停住蹲了下来 为了不打扰前面 逛街逛得 挣起劲的两位仙女 帝君把滚滚抱 在怀里 继续往前走 帝君 指着书局 对小燕说 诺 你应该来书局 而不是酒楼 你缺的是精神食粮 小燕 指着帝君 你 抬头看见书局的牌匾 你们看 成运凤九 被小燕的大嗓门叫住了 往回走 负章书局 四个字错俩 这凡人的文化水平 还赶不上老子呢 看啊 负字上面少个点 张字一竖 还出了头 滚滚 悠悠开口 小燕舅舅 那两个字 是故意那么写的 负字少了点 表示富贵无头 张字竖出格 表示文章通天 掌柜是希望 来着买书的学子 都能科举高中 成为天子门生 又能高官厚禄 造福一方子民 帝君 赞赏地 看着怀里的儿子 又好笑地 看着一脸震惊的小燕 见识 还赶不上个孩子 帝君一句话 堪称神捕刀 小燕成了双打的茄子 粘了 连颂憋笑 成欲无奈 凤九看着娇嫩的小燕 都快哭出来了 真如梨花带雨 瞬间被激发出了母性 赶紧打岔 凤九 走过来 安慰小燕 烦人吗 想要出头 就得参加科举考试 读书是他们 唯一的出路啊 讲究自然就多起来了吗 他们又不像你 靠武力 就足以威慑住 整个魔族呀 小燕 瞬间精神振作 眼睛放光 小燕 真的吗 凤九 真的 不骗你 心里祷告 希望说假话 不会被反噬 走走走 咱们去前面的太和楼 吃酱肘子 这顿我请了 后来 回到魔族 小燕还是认识到了 知识的重要性 派人烧话给祖宗少婉 说要去昆仑须学习 还把从负账书局 买回来的书 拿出来 挑了本不知谁的个人诗集 大声朗诵 一片两片三四片 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十一片 飞入花丛 接不见 饕餐 做护法 吃货 好食 好食 逃物 诱护法 二货 绝对的好食 小燕 气得追着他俩踢 好他个熊啊 鼠鼠 一二三四五 老子不会啊 此时 乾隆爷的DNA 动了一下 一片 小燕 小燕 一片